我们花费了近10万元 用了197天自驾走完了 由这三条国道G219 G331 G228 形成的一条环国公路 只因为我老婆浪姐的一个小小的举动 就为我们省下了近1万元的住宿费 看到这里很多小伙伴应该猜出来了吧 对 床车 也就是让我们的车多了一张床 花费200块买了一个床垫就能实现 床车呢 其实比较适合开自己的车去西部长途自驾的朋友 但床车并不适合天天睡车里 为什么呢 听我来分享床车的优缺点吧 先说优点 第一点 省钱 如果刚好你碰上了旅行忘记 在西藏新疆很多一两百块的酒店 瞬间飙升到五六百 有一次国庆期间去喀纳斯 当地的宾馆五百五亿碗的条件就这样 所以果断睡床车 这时肯定有杠筋就要跳出来了 省钱 那我这两百块的床垫都不用花 我也能睡车里 把主副架的座椅放倒不就直接可以睡了吗 兄弟 这方法其实我们早就试过了 一晚上腰酸背痛 醒了几次 后来还痛好几天 劝你这两百块钱的床垫钱还是别省了吧 第二个优点呢 是自由 自驾到了西部偏远地区 路过的村庄一般住宿条件都不大好 而县城之间的距离又太远了 有时啊 路途中间遇到美丽的风景 就忍不住多停留一下 所以有了床车就不必每天赶路到下一个住宿点 甚至你可以干脆睡在这美景中 今天在这里露营 看到没有 双彩虹 没有赶路的焦虑 也没有忘记订不到房的焦虑 当然床车也并非完美 它也有缺点的 第一洗漱上厕所贼不方便 除非你能找到不错的营地 但是在西部偏远地区比较难 第二空间局促 坐在床车上 人是基本上没法坐直的 得拱着 第三 睡觉前需要临时铺床 第二天起床后又要收床 行李需要搬来搬去 有些麻烦 所以优点缺点这么一看 你下次旅行会为自己的车准备一张床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